大陸父同侄女炮製四屋百姓,毅造追成判囚 這個渣相情證的大陸女人誤信留言 以為收集親友資料交給一個叫家庭團聚會的組織 就有得加快獲批單情證 有常識的也知不可能 她在香港的侄女洪彥獄 拿了這13個親友資料 毅造選民登記文件炮製四屋百姓 不過手法並不高明 選舉事務處去年6月收到13份申請表 但不知太遲,於時報警 洪彥獄在警戒下承認 是為了幫洪秀年快點下來而填假資料 這次真的可以下來香港 因為兩人承認了13項禮告罪 齊齊被判入獄 官話,就算兩人都說自己是大陸人 對香港政治無興趣 無動機干預選舉或種票 但不容許有人因為私心破壞整個選舉制度 加上這案件被一般種票嚴重 因為一旦成功登記 有關資料就會永遠留在選舉制度 而被登記的人的選舉權 亦會被剝削 是有預謀的犯案,不是儲出的決定 而洪彥獄受過教育 不僅利用審母 還找多6個人資料登記 不是被動,是同謀犯案 洪秀年就不信家庭團聚會 裁判官說要求控方調查一下 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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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